同样呢在沈阳在咱们的家门口啊 警方也开展了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从即日期开始呢一直到2019年底都是这个整治期啊 几乎一年多啊这时间可不短了 重点的整治地区呢包括室内三环里的公园 广场社区主要揭露 还有犬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地区 也就是说哪儿方便遛狗哪儿就有监督 咱们说呢重点整治的行为则包括啊 遛犬不数犬链的 在禁止遛犬的公共场所遛犬 饲养禁养犬 养犬不办理犬证 不按规定年审犬证等行为 其实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禁养犬之的类型 比如说猎性犬 大型犬呢都不能养 比如说像藏鸥 还有犬尸犬 还有杜瓶犬 都关牧养犬这样的猎性犬呢都不能养 还有英国的斗牛犬 虽然个头小 但是性格不好 也算上是猎性犬